第一個我是先去看目前老師的影片 網路上面有 後來奇怪 就是後來高音那一部分就整個上去 而且可以很輕鬆的上去 後來我就覺得這個方法值得我們去學習 後來我就開始看影片來看影片 最想說放你到12課程 再看看把它學完整一點 因為有時候就像說我們跟教練的關係 跟老師的教練 因為他們的經驗比較豐富 而且方法會糾正我們 方法變比較不正確 後來這個月裡面 我的聲音本來比較陰沉 後來就開始變亮 聲音開始經驗變大 上去的氣也會比較適合一點 就是感覺上你的高音會比較有 你發出的聲音會比較容易 可以撐緊它 就不用說這麼費力氣沈 所謂這樣 哦 是